孙贫儿得了范贤的应诺 喜悦的抹去心滴出来的眼泪 全然没有想过政治人物的承诺是否会算数 对着范贤深深一福 谢过小范大人 我才应该谢谢姑娘 范贤对着孙贫儿郑重的深深一礼 温柔说道 安芝虽称不上什么好人 但也不是个好杀之人 净毒之事 安芝一愿太后娘娘 能看清真相 一应和平解决 不需要流血 二人相对一礼 看似在拜天拜地 大觉不妥 愣愣起身 范贤转身再看窗外寄末天 银离韵 在心中自嘲想着 唉 如此惊书一眼 怎是杀人一眼 和亲王府外面 有些神秘的影子在穿梭 而负责王府守护的侍卫们 却是正眼都不会去看一眼 因为他们知道 那些是内庭的探子 或许还有一些书密院的眼线 只不过大家心知肚明彼此的存在 谁也不会率先去挑动什么 王爷如今手中执掌着进军 只要军权一日不削 京都各方势力对于这座王府 就必须保持着无上的尊敬与巴结 自从陛下遇刺的消息传出 太后娘娘大臂攻门 严止镇压各方蠢蠢欲动之后 和亲王府便成为了京都各大势力 瞩目的所在 而大皇子自己对于府中王妃 家人下人的守护 更是沿到了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 毕竟是当年征锡军的大统帅 在这个结构眼上 狠力劲完全摆了出来 竟是调了一队五百人的进军 将自己的王府围住了 如此一来 即便宫中出了什么事情 大皇子的亲信 也能将王府的安全 维系到最后一口 至于这合不合体力 为不为庆律 没有人敢多加之言 因为京中最多的军队 就掌握在大皇子的手中 他要这样做 谁也没辙 在太后默许的情况下 而那些有足够勇气说话的文臣们 已经于今日太极殿上 被尽数逮入了大狱之中 庆国如今无军 那便是谁的兵多 谁的声音就大 和亲王府的二管家 从大门旁的门箱处走了出来 压低声音 与护卫们说了几句什么 似乎是在表示慰问 紧接着 从护卫中行出一人 去府后安排了一辆马车 打打马蹄声中 一辆涂着王府标记的马车 从黑暗中驶了出来 停在了王府的时间之前 那些在王府四周 进行护卫的进军 将目光移了过来 却没有什么反应 如今的京都 自然执行着十分严谨的消极 除了那些在各处房中 追击范贤的势力 大街之上基本上是空无一人 依理论 肯定是不允许有人深夜出行的 但是此时要上马车的 是大皇子府的二管家 进军自然装作没有看见 二管家温和地 与进军教官打了个招呼 站在石阶上 眯眼往街头向角的黑暗里望去 知道在那些黑暗之中 不晓得有多少人 在偷窥着自己的行踪 不过他并不担心什么 他这是要去见 长公主府上的那位谋士 安排双方接下来的行动 是的 这位二管家 便是北极小皇帝 派驻京都的密碟头目 暗中瞒着王妃 将范贤在洋葱巷的行踪 卖给长公主的那个人 二管家的眉头渐渐舒展 他身负皇命 所以并不将王妃的愤怒放在眼里 有很多事情是需要先斩后奏的 尤其是大皇子虽然派了进军来此 但他自己却被迫留置宫中 不可能知道王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范贤是被自己府中的人出卖 他微笑着台步下街 准备登上马车 稳定的右手 缓缓地掀开马车的车帘 二管家的眼瞳紧张地缩了起来 因为本来应该空无一人的马车中 竟然有几个黑衣人正在冷漠地看着自己 然后二管家感到了一股彻骨的寒意 严循着身体内的数个空洞 往自己的脑中侵入 寒意之后 便是无穷无尽的痛感 他张大了嘴 却喊不出一个字节 只能呵呵地艰难地喘着气 低下了头 终于看清了自己身上突然多出来的那三根铁签 冰冷的铁签无情地刺入了他的身体 将他像无辜待宰的小基础般穿了起来 温热的血顺着铁签上的出血槽 鼓鼓地往外流着 二管家在临死前的这一瞬间 终于认出了刺客的身份 知道对方便是自己那些南方威名即盛的同行 绝望地认了命 他出卖了范贤 便应该知道 自己会面临监察院无穷无尽地拘杀 只是他没有想到 这才几个十人 一盘散沙式的监察院 怎么便重新拥有了强大的行动力呢 来不及思考了 二管家双手无力地攥着胸口上的铁签 往马车下软了下去 啪的一声摔倒在了地上 鲜血横流 生机全火 最先发现王府门口这次刺杀事件的 当然是近在咫尺的王府侍卫 然而他们为这血淋淋的一幕害住了心神 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备受王妃信任的二管家 就这样被三把铁签狠狠地刺死 倒在了血泊子中不停地凑死 而那辆马车 已经在极快的时间内开动了起来 撵过了二管家的身体 向着黑夜里冲了过去 那些在黑暗的角落里看着这一幕的探子们 不由目瞪口呆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竟然有人可以在防卫森严的和亲王府门口 赐死那位管家模样的人物 不知道那些人是怎么躲在了王府自己的马车中 而且竟没有露出一丝痕迹 这些探子自然不会抢上去围捕马车中的刺客 而是兴奋地睁着眼 看着这幕好戏 纷纷猜测是谁先动的手 待会回去以后应该和自己的主子回报什么 杀 固执在王府外控房的禁军 在略微一正之后 用最快的速度反应了过来 急声怒吓 手持长枪向那辆马车扎了过去 进军何维的杀伤力实在可怕 长枪骑出 马而摔地 震起一片灰尘 而那辆马车也被生生的扎停在了街中 而此时何维毕竟未成 在街口的方向留有一个窝口 马车砰了一声 散成了无数碎片 紧接着 大量的浓烟被人从马车里炸了出来 烟中应该是含着毒气 生生将四周的禁军逼退了少许 连声咳嗽 车中三名五出的刺客化作三道黑影 借着毒烟的掩护冲出了祸口 在禁军合围之前 消失在了京都的黑夜中 只留下了一句阴森冰冷的宣告 这又是出卖范公爷的下场 王府门口毒烟散尽 管家丧命 禁军中毒治疗 一片哀沉紧张场面 而所有人的心中 都还在回想着刺客最后留下的那句话 是 除了监察院里那些可怕的专业刺客 谁有这个能力 谁有这个胆量 敢在和亲王府的正门口 行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